大家好,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儘管要支付700萬歐元的解約金,但葡萄牙足協和教練費蘭道山道士大概會選擇分手 至於新稅的人選,摩連奴一直是業門的人選,並且摩連奴本人從未掩飾過執教國家隊的渴望 紀錄報表示,葡萄牙足協已經開始與摩連奴進行非正式接觸 但要讓這個最終實現並不容易 米蘭體育報曾經表示,摩連奴可以兼任羅馬和葡萄牙的主席 但羅馬和摩連奴都不會對這個局面感到滿意 如果被摩連奴執教葡萄牙,他希望成為一名全職主席 目前摩連奴和羅馬的合同到2023-24賽季結束後便會到期 葡萄牙足協必須先於羅馬達成協議 雖然摩連奴是足協的首要目標 但紀錄報表示,足協亦與其他主席進行了試探性的接觸 而且目前足協需要先解決費難道山道士的未來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,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觀看 我們在下條影片再見,BYE BYE